时代无感到,民众的消费失控也对来改变 尤其是互看的方向是越来越多互 因此管区占对到到达和好备的店家来接规设定会 透过计划政策希望有更多业者来加入互看的行列 让民众消费可以建加便利 也改善业者收现金所担来困窍 可以说是一期受到 传统现金交易不及浪费时间 辛苦扎太多人家也非常麻烦 因此导致到达和好备工作就配合管府 共同推行得完互看各位 并将这套过的手机还是一条卡片 生活上就能带到更多便利 用这种方式来消费一定是比较方便的 不要说我们整个社区都得现金 有时候现金落入我们是比较不赔 手机我们是一定都带到的 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Apple Pay或是Google Pay 也是闲松Pay的这种没有现金流通的方式 也可以达到我们消费的这个目的 让我们的商圈可以活络起来 买美金的时间刷比当台的入市更久 这样真心常常发心 有达这些资讯 现金交易刚才来作用 他们利益上的负担 收到够的钱比较资金管 结账的时候大学们在那边塞很久 在那边找零钱 然后学生说我差两块你借我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样还蛮不方便 然后增加我们结账的时间 其实硬币啊50块的硬币 我们收很多很多很多假钞 大概会有一两千块以上 然后都是我们跟员工去均分 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对大家都不公平 他们吃出门不需要扎钱的时代 这样消费模式不只带来便利 净体管民众的蔡冠议员 为了这十几年就开始推行 德湾交易系统 业着就有这么多的行动 有的客人他出门只有带一两千块 有的是去市场买个东西 然后顺便绕过来我店里 如果有这个无现金卡 台湾配的话 他的购买欲就更强 然后不用考虑说 有没有带现金的问题 去年107年的8月的时候 这个华南银行的蔡经理 就已经来我们商圈 大力的推广过了 业绩成长大概在1%多 慢慢的成长 现代工具的是方便性 借由行动支付上多款的方式 电影的生活基因也有所提醒 未来在吃断五路方面 民众都可以享受到 地区科技所担来便利较好软 记者刷上林 彩虹报道